好 今天兩位 這一位獎勞 但是當這個朋友跟我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是跟他講說 讓我到旁邊去大笑一下 今天要向各位宣布 我將鄭重的邀請 賴佩霞女士 擔任我競選的搭檔 一起投入 2024年的 政務總統選舉 我曾說過 我的競選 搭檔人 一定會 能力比我還 愛心比我還 對全民共識的凝聚力比我還 賴佩霞女士 便是這一位 萬中選一的最佳人選 是我選擇 競選搭檔 時的 唯一人選 但是當這個朋友跟我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是跟他講說 讓我到旁邊去大笑一下 我到旁邊去笑一笑 然後我真的覺得 因為人選之人 在上戲的時候 真的我在路上 很多的人 真的就是跑來告訴我說 動算 因為這動算 就是真的是這樣 從2016年 一例一休 政策開始實施 我看到原本 生意興隆的老店 鐵門一家一家拉下 另外一個比較是我個人的因素 從2016年 一例一休 政策 開始實施 我看到原本 生意興隆的老店 鐵門一家一家拉下 門口一張張剝落的修業公告 一封封沒有拆封的信 灑落一地 原本熱熱鬧鬧的街道 轉眼變成了無人打理的空巷 看著那些老老闆 紅的眼眶 滿心愧疚地請求老員工們的諒解 那一幕在我心裡念念不忘 一個沒有經過跟老百姓討論的政策 所引發的補牌效應 也不是我們一般外行人能夠想像的 我們需要有專業素養 有實務經驗的人 來製定對付政策 中文字幕志愈